He's our stay lesson 518 今天我都脸肿了 因为我去拔牙了 所以今天这节课有点奇怪 我们今天是现在一期的study with me 是因为9月到10月份的时候的话 出了一些新的考题 然后有些题还是挺难的 我说可以带着你们把用12个逻辑链 去写出来这些题目的七分逻辑 刚好也可以去让你们去体验一下 我们一对一课的学生的话 是怎么样去写这个逻辑的作业的 还有就是的话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 在去写作业的时候的话 有一个习惯 变得就是你可以自我去纠错一下 因为你最终就会发现 当你去写逻辑的时候的话 我们一对一这个课程 帮助你去培养一个技能 是让你任何一个题目的话 这个逻辑你自己都有能力 知道你写对了 怎么样达到这个的话 就是每一个步骤 都是按要求去写的 所以今天就要给大家去示范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们9月到10月份的 六个考题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考题的话呢 大部分的题的话都是 你会看有三个题的话 全部都是我们课程里面的原题 但是呢中间有三个题 可能稍微有一点难 我自己感觉可能最难的一个题是 一个题是这个shopping online shopping的这个题 shopping behavior就是 people's shopping habits depend more on the age group they belong to than any other factors 这个题的话有不只是两个学生 跟我说自己去考了说写跑题了 因为这个题考你的是呢 大家的shopping habits 是不是更多的由他的这个年龄去决定的 很多学生呢把这个题写成利弊分析了 或者是说呢写成第一段写成年轻人喜欢买什么样的东西 第二段写成老年人写成老年人喜欢买什么样的东西了 有没有人也是这样写的 有人这样写的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啊 还有一个题稍微有点难的 就是这个robots这个题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你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讲的话 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这个题其实挺容易 但是可能大家的这个背景的知识就不是特别多一点 所以可以带你们去想一些观点啊 今天留言小问题就是哪个题目你觉得最容易写错 然后呢听了课程之后的话 你觉得哪个技能是最主要的啊 好给你们留一个作业啊 如果你已经看过我们的七天免费课程的学生的话 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一下资料包 你就可以去下载我们这个真题对吧 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先把这六个题目 每一个题目的逻辑自己去刷一遍 因为大家都说刷逻辑是考到七分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之前有很多个学生的经验分享都在说这个 你先把每一个题目的中文逻辑自己写一遍 然后再跟我们的讲解去对一遍 这样的时候的话你确实可以去觉得自己真正学到一些知识了 好的我们来去看一下今天具体来去讲啥 今天就是呢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逻辑的 首先带大家去复习一下 因为很多学生可能是第一次看 我们会去复习一下呢 怎么样去写出来逻辑了 你需要知道有三套模板 十二个逻辑链 然后以及我们最新的写逻辑的方法 怎么样先用idea map想到你的逻辑链和核心词现象 然后大家带你花五分钟的时间去复习一下这个思路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写这六个题目的逻辑了 如果你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写逻辑的同学 之前那几则课都看过的话 你直接跳过第一个部分 看第二个部分就可以了啊 然后如果你觉得今天学习的话 会对你的复习有些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们一键三连一下 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 去看到我们的免费课程了 好 首先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同学的话呢 到gisus.com去注册一下七天的免费课 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如果你写作要去考到一个七分 必备的就是有十二个高频的逻辑链 可以帮助你去写出来这个五十个题 而这些逻辑链呢 是中文和英文都有的 这样可以让你在你的四个评分标准里面的话 Task Response Lexical和词汇 然后还有Cohesence和Cohesion 都可以去考到一个高分 但是你为了用对这个逻辑链的话 最主要就是前面是有三套模板 就是你先用第一步第一套模板 第二步第二套模板 然后再有第三套模板 才可以用到逻辑链 所以一定要到gisus.com去注册一下 七天的免费课啊 然后就是我们之前发过一个免费课程 不是让你们去学了一下 我说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啊 出现了一个改变 因为很多学生都说 老师我看到题之后的话 没有办法快速的去想到这个逻辑链 想不出来这个题目的恒因词现象怎么办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让你去先想一下 idea map再想到恒因词现象的话 就会超级超级快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一对一 都是用这个新的方法来去教 大家全部都是两三周的时间 把所有题目 140个高评题 全部都可以去刷完 所以这个方法很重要啊 如果你没有看这些课的学生的话 可以复习一下 或者你去看一下 我现在带着你去 做一个大概五分钟的复习就可以了 我们来去简单去 带你去复习一下这个方法啊 这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你需要去读题 第一步你需要去判断这个题目是 先去读完题之后的话 我们读题目时候读第一句话 读最后一句话 这是一个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pinion的题 那你就知道啊 这个题目技能一 我们所谓技能一 就是第一套模板 就是你的结构模板了 那这个结构模板的话呢 那你就会知道啊 这个题的结构就是写四段文 好 所有both views的题目的话 官方给出了八分的结构 就是我现在给你写的这个样子的 首先开头的话 就是改写你的观点 然后的话写出来你自己的观点 你是同意还是反对 或者是你直接去交代一下 你写作的目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可以说 this is if you discuss two perspectives of this problem and give my own perspective at the end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body one的说 你需要去讨论的是 A观点的人 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不要 both views的题目的话 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上来就会说 奥运会是一个 可以把所有的nations bring together 但是这个并没有让你去说你自己的观点 你自己的观点是结尾说的 所以你body one要写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Olympic Games is an exciting event and can bring nations together may have following ideas 所以一定要记得啊 body one和body two 分别写的就是别人认为 他们这两方观点 为什么是对的 然后结尾说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听自己观点可以去说什么 一拨人说的话 奥运会可以把我们的 所有的国家都放在一起 另外一拨人都说的话 奥运会是一个浪费钱的事情 那你自己就想一想 这两件事情的话 你是同意哪一个 要么你觉得浪费钱 要么你就会觉得 把国家都bring together 说明如果他可以把国家bring together的话 那他就不是一个浪费钱的事情 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吧 所以这两个你选择一边支持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去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认为你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去说一下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的话 当你有了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一下 这是技能一的结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技能二叫做段落结构 什么叫段落结构 也就是说你段落里面 这个观点是怎么样去解释的 不是所有题都是利弊分析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那个shopping shopping happens那个题经常写错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题实际上让你去解释的是 奥运会怎么样有什么特点 在奥运会上面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 可以把不同国家的人就是bring together吧 也就是说让大家之间可以去互相有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第二段让你去解释的是 又是奥运会有什么特点 让他让我们会认为 它是一个比较浪费钱的事情 比如说你修场馆 需要好多钱呀 然后投资之后有没有回报啊之类的 这次你都可以去说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两段在你去解释逻辑的时候 并不是Libifincy 这边有一个限制词 我们把这种有限制词的段落叫做 AC类段落 也就是说你的第一个点 Olympic Games就是你的A 而C就是bring nations together 你自己去想办法把中间那个B 给它连接上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时间顺序发生的这个动作 这个就叫做逻辑了 好当你知道你的结构和段落模板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需要去标记一下核心词 因为你现在要去把这个B给找到吧 怎么样找到这个B 那很多学生都说老师我是没有观点 没有关系 我们课程里面是给你这个观点的 我们免费课程里面就有这些观点 首先你需要去标记一下核心词 刚才我们核心词都标记了 题目里面只有一个名词 记得核心词肯定是题目里面的名词 因为都是考虑某个名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有什么特点 那你把Olympic Games给标记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你需要去找到Idea Map中对应的观点 挑选对应的逻辑链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回到这张slice 我们以Body One作为一个example 那Body One里面的时候 是奥运会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放在一起了 对吗 好你需要去解释一下Bring Nations Together 是啥意思吧 怎么样把Bring Nations Together 那我们就会看我们7天免费课程里面 给大家了一个Idea Map 这个Idea Map是什么作用 它就是把所有这些零散的12组逻辑链 都归成了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有empathy 我们刚好有一个逻辑链告诉你 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可以导致empathy empathy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同理心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这个Bring Nations Together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当人有同理心 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的时候的话 就可以让不同国家人 可以有更多的更好理解了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刚才所标记出来 Bring Nations Together 选择了Idea Map里边这个empathy 当你知道empathy的时候的话 这个empathy一个单词 帮助你去想到和它对应的逻辑链 好 这个逻辑链就是呢 当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 就可以意识到这种不同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并且尊重这种不同吧 那我们去想一想啊 是不是在奥运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去反向推导 我们接下来去讲第三步了 第二步你就知道 我可以去写什么内容 这次内容都可以去照抄的 因为你都是在去解释怎么样导致了这个Bring Nations Together这个概念吧 好 这些内容都可以照抄 然后简介我就会想 那奥运会有什么特点可以让我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行为 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的第三步了 当你去找到你可以去对应的逻辑链的时候的话 你根据这个逻辑链写出你的核心字现象就可以了 反向推导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是怎么推导的啊 所以你直接就会想 你自己问你自己的问题就是 那奥运会怎么样让我们去理解不同人的思想和行为 那不就是奥运会比赛的时候 运动员和观众有很多机会去学习不同国家文化吧 那具体怎么去学习 可以去参观举办国的一些地方 然后运动员之间也可以去交流 去观察他们之间的着装什么的 这样可以给他了这种不同的exposure of styles and behavior 从而怎么怎么样 他就会学会这种不同是一个 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一件事情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个过程培养了他的同理心 从而可以帮助不同国家人互相交流吧 这是不是都是一步一步层层推导出来的 现在懂了吗 也就是说这一个部分 我现在标记这个部分 全部都是逻辑链 是通过你对于这个文章结构的掌握 段落的掌握 让你去挑选出来一个精准的逻辑链 然后反向推导出来你的第一句话 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看 写逻辑最主要一个 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呀 最主要的事情是逻辑链条队 这样你才可以帮助你用最简单的语言 去写出来你的核心词的现象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现在复习完这个方法之后的话 我们就开始去写一下 用我们刚才所经过的那个步骤 就是一定要去判断一下 技能一和技能二 先判断结构 然后再判断这个段落是怎么写的 然后我们再去写这个逻辑 不然的话你全篇都会写跑题啊 好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用的这个逻辑链 我尽量帮助你去套一下是我们 七天免费课程里面的12组逻辑链 那他们复费课程同学的话呢 总共是有50组逻辑链 可以让他们去写任何题的 但是我尽量会让你去套 免费课程里面逻辑链 这样大家可以 就是理解的会更清楚一点啊 如果你对复费课感兴趣的话呢 视频下面是有连接 他们一对一课程的学生的话 这个逻辑作业的话 是需要去写140个高评题的逻辑作业 然后的话 coach会给他们去修改 告诉他们具体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帮助他们去做一些相关联系的 那我们现在去做一个示范啊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第一个题 这个是8月27号考过的一个题 之前那些题我们全部都套过了 如果你没有看过 之前那些题怎么套的话 我们把那个链接 给你放在视频下面啊 这个题是一个 Boss Views的题目 写两个观点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吧 有的人认为的话 政府应该禁止危险运动 其他人认为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有有自由的去选择这些运动的 那我的观点是呢 我认为应该有自由 我把我的观点写在这边了 我的观点 应该有自由 写在最后一栏吧 我暂时先给你们写最后一栏 就是应该有自由 然后你们看到的现在这个表格里面 这个D列和E列是什么意思啊 D列就是呢 是我们课程里面 我们先增加了一个内容 就是核心词现象的文档 然后D列里面如果是写原题的话呢 如果你是自学课 或者是一对一课学生的话呢 你到你那个文档里面去找这个题就可以了 我们都是讲解过了 然后E列呢 就是告诉你是在文档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比如说有的题 可能它只是重复了核心词现象 我就会告诉你去文档里面哪一个部分去寻找去找一下这个题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我们来去把这个题目去写一下 第一个观点是呢 很多人都说应该去禁止这个危险运动 那实际上我们去套的是健康的这一列吧 所以你的body1应该去写的是危险运动的弊端 就是有的人说危险运动应该去禁止 原因是因为危险运动是有一些弊端的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二个body1要去写的是呢 我们应该是有自由去做任何的运动的 有自由去做任何的运动 那这个题就是一个AC类的 那上面这个是一个A类 A类就是利弊分析嘛 然后AC的话就是什么怎么样 那就是运动有什么特点 那这个C写什么呢 A的话就是你的运动和一次现象 C你就写的是即使做了这些运动 也不会伤害到自己或者是他人 所以可以有自由做这个运动 所以你会看这个题目的C 是我根据这个有自由去做运动去编出来的 然后这个C的话刚好可以去解释了 为什么有自由去做运动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危险运动的弊端 那我们会写危险运动 首先我们的IDMAP套用的是那个健康的那一种 肯定就是对人会有一些伤害吧 那危险运动怎么样对人会有一些伤害 那我就会写危险运动 可能会很容易出现事故 然后导致 所以呢如果参与这个运动 运动的话很可能会受伤 对吧 这是你对于你自己的影响 但你发现字数不够怎么办呢 继续往下延伸 如果你受伤之后的话呢 那可能家人呢可能也会很伤心啊之类的 这是第一个 但这时候你会发现字数不够了 你发现你写完之后的话 你说我们应该去禁止这个危险运动 那字数不够了怎么办呢 你就想另外一个禁止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可以说有的危险运动 可能还会 先生啊 另外一个特点 有的危险运动呢 比较暴力 暴力 比如说这个boxing之类的 如果他 而且呢 这次运动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经常在电视上面 可以看到 电视可以看到 那如果 小朋友看到了 如果这个危险运动 不禁止 不禁止的话呢 小朋友是不是会去模仿啊 小朋友就会 模仿 最后导致呢 用他们 他们会用暴力去解决生活里面的 生活里面的问题了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但你会发现第二观点的话 就没有第一个观点那么直接 所以你可以写少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下面一个是 为什么是有自由的 这个有自由的话 就是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的话 即使你做了这个运动 也不会伤害别人 那你就会想 这个运动有什么特点 那运动的特点就是呢 危险运动 危险运动可以有 有一些保护措施 或者呢 有的时候的话 让参与的人 去进行培训 之类 比如说 如果你去参加这个 scuba diving的话 你需要去上一些课的 你才可以去 有资格这个潜水的话 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潜水 这样可以降低的这个危险 然后最后我的观点 就是应该有自由 然后我的原因呢 就是 因为是有一些 因为有一些 保护措施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那我就可以去 反驳一下 刚才我说 这个暴力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对于 这个电视分级啊 或者是家长 很好的 这个supervice 这个学生 supervice 小朋友 B端也可以 也可以 减少这个暴力的 暴力对于 小朋友的影响 你们的逻辑 就是这样写 我们大概就实际上 就是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你写一个逻辑 这个就是你在去考试的时候 前十分钟 应该去做的事情 你把这个搞明白之后的话 你不是动笔 就可以去写了吗 如果有学生会说 老师我想知道怎么样 去把这个逻辑 翻译成英文的话呢 我们视频下面 给大家一个链接 你可以去看一下就快了 翻译成英文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逻辑链 都是现场给你的 最主要就是 你就要把逻辑给倒数清楚 然后下面一个题 下面一个题是一个 原因类的题 我们看 what are the reasons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solve the problem 那么就写两个暴地段吧 第一个暴地段呢 我写两个原因 你会看 我就不知道这个题考试是什么 我就知道 我需要去写 两个原因和两个解决方法了 这是你是怎么样去审题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原因类的题上面 有一点不一样 也是从题目里面的 核心词去入手的 然后呢 但是一般情况下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官方给的这个范文 他把这个最直接 跟这个原因最接近的 那个factor 作为叫做直接原因 然后下面那个是一个 根本的原因 我简单跟你写一下 你就会理解了 首先就是呢 这个是说呢 很多college freshmen呢 觉得他们的课程呢 不适合他们了 那么画一个关键词吧 就是这个课程 还有一个就是 并不是适合他们了 还有一个就是college freshmen吧 两个词吧 freshman 就是刚上学 他并不是说二年级的学生 就是一年级的这个学生 比如说你大一这个学生 他觉得他选择这个课 不适合他们 为什么 就这个课 那你会想 和这个课相关的一些原因 怎么样去想到原因 想和这个课相关的一些原因 可能是学生自己的原因 可能是学校原因吧 我觉得最主要的 可能就是学校的原因 那可能是学校在 安排课程的时候 没有对课程 没有对课程有很清楚的解释 同时呢 这个freshman的这个学生呢 因为是刚来 是刚上大学嘛 对于自己的专业呢 也几乎没有了解的 所以很容易 所以他就会选上一个 不适合自己的这个课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不是说 就是我们范文里面给的逻辑 一般都会先写一个 比较general的一个原因吧 那我们去总结一下 这个原因吧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呢 学生所了解的这个课 和真正去deliver这个课 是不matched的吧 那你就会写一个 学生 对于课程的期待 和课程实际的内容 是不一致的 然后后面我们去解释 什么导致的这种不一致 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好 这个题目还是从你的核心词里面 去找 我们刚才找的是 学校安排课程的问题吧 那你再想 是不是freshman 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什么特点 一年级的学生 和三年级的学生 有什么特点 一年级的学生的话 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还不是特别了解呢 这时候就比较 就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 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 学了一阵之后的话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发现呢 自己感兴趣的是 另外的东西 兴趣的是另外一门课 好 然后我们这边去加一个 直接原因就可以了 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 你想如果我继续往下推的话 实际上就是因为 freshman的学生 就是刚来上大学的 这个学生的话 和那些 你这边可以去体现一下 比较 freshman的学生 更容易 和其他年级的学生比 年级的学生比 就很容易 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 感兴趣的内容吧 然后原因是什么 后面我们去解释一下了 就是因为他对你自己 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就会有改变 好 然后后面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你自己去找两个解决方法 每一个解决方法 都是对照这个原因的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看下面这个题啊 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 特别特别难的那个题啊 就现在呢 很多shopping habits 首先你需要知道什么是shopping 这个题是说shopping habits depend more on the age group they belong to than any other factors 这个题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在去购物的时候 不管你是 所谓的shopping habits 就是你花多少钱 你买什么样的东西 你喜欢在什么地方去买东西 你买东西的频率是多少 这次全部都叫做shopping habits 就是你这个behavior的一个特点 好 这个东西的话 是由你的年龄群去决定的 而不是其他factors决定的 首先你需要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factor 这个其他factors的话 就是有可能可能是有 你有没有钱啊 或者是说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呀 这次可能都会对你 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并不只是年龄去影响 我们怎么消费吧 你想一想 如果你没钱的话 你再想买东西的话 都没有办法 好 所以的话 你就写出一下 你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 这个题目的话 如果我们按那个 技能一去判断的话 这是一个agree和disagree题 你首先需要去判断一下 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这个题是算到 我们agree和disagree里面 我们说分了很多小的 这个就是题目的类型 这个题啊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类型的题 它是问你的是 年龄这个factor 和其他factors相比的话 哪个factor 对于我们shopping habits的影响 会更大 那根据你自己的观点去写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觉得话 可能年龄啊 钱啊 还有它的价值观 这三个factors的话 是一起影响的 所以很难说哪一个factor更大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啊 好 我这样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问我这样去解释的话呢 所以我body1的时候的话 我就要去承认 首先我呢 我body1就要去写年龄群 年龄群如何影响 如何影响购物的habits的 好 这个时候等会让人跟你们写啊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题目的话 年龄怎么影响购物的habits 这不是一个ac吗 同学们 它怎么都不可能去归程这个利弊分析这一组啊 然后我们再去看body2 那我说还有其他的factor 那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收入 和价值观也有影响 这个题不也是ac吗 哎 你要去写的话 年龄的特点 并不是年龄大的特点 是年龄大和年龄小的人分别有什么特点 导致了他们购物的不一样 那这个c的话 你要去写这个shoppinghabits不一样吧 那具体的shoppinghabits是什么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 所有ac的题的话 你的c都需要具体的去解释一下 这个shoppinghabits是什么 那你可以说 比如说老年人 那我们就会这样写 你说老年人 第一个就是呢 有的人呢老年人比年轻人呢 年轻人吧 年轻人比老年人 买的东西会更多 确实这样 那你就会想 那这个年龄怎么去决定它 那可能老年人的话呢 对于自己的生活已经很满意了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买那么多东西了 或者说老年人觉得老年人的如果你根本来去讲了他的self esteem都比较高 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都挺好的 他觉得没有必要用物质的这个东西来满足自己了 所以的话 但是年轻人不一样 然后这边你写一个vers 但是很多年轻人的话都觉得物质的东西可以体现 自己自身的一些价值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再去写下面一个 这个实际上如果你再去解释的话 因为你的A写的很长了 你的C实际上就可以 你的B实际上可以就不写了 因为你写的已经很具体了 然后我们再去写另外一个点啊 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去想一想啊 除了老年人花钱少以外的话 那还有什么特点 老年人是不是不喜欢 喜欢去在那个商场里面买东西啊 那你就会说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上网购物吧 网购 好这个是有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呢 年轻人什么特点 比老年人更会用网络吧 老年就不会用 而且呢很容易受到这个 一些什么influencer的影响吧 他们很容易去追星嘛 受到这些影响 那些这两个就差不多了 但你也可以再去编 如果你还有一个课写的话 但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段落的字数就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你会记住 age group是说他belong在哪一个age group 并不是说啊 我第一段写老年人怎么样 第二段写年轻人怎么样 然后我们body tool的时候 写收入和价值观也有影响 那我同样的吧 那我就会说收入高的人 可能更有能力 去 afford 买更多的产品 然后你这边去expand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价值观也会有影响 所谓的价值观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比如啊 如果有的人价值观 比如说觉得comfort重要的人 或者说觉得经历比较重要 experience比material stuff重要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经历 我写中文 觉得经历比物质更重要的人 可能就会花钱在 比如说旅游 学习技能上 那 反而呢 相反的 如果觉得物质更重要的人的话 就会买很多可能时尚的产品吧 所以价值观确实会对于我们 真正去买什么样的东西会有些影响 这个题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但如果你要去写说 你说 那我只写 假如说你这个题的写法是 我只写age group对于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其他东西的话影响会更小的 你在去写comparison的时候的话 你也需要去解释一下 为什么年龄的影响 要概括其他因素这个影响 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就是 老年人的行为就是这些 不管他钱多钱少的行为都是这样的 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和other factors解释 不然的话你这个题的话就会写跑题了 所以最主要就是你需要去有意识到 这个题是一个 如果从技能一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的题 你需要在逻辑里面去体现这个比较的 好 我们来去看下面一个题 下面这个题比较简单 后面这三个题都比较简单 就是这两个题都是高科技的类的题 第一个题呢是说的话呢 前面的这一句话呢是一个现象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商店 就是很多小地方的人的 就是很多小城市里面的人的话 都到了一个大地方去买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呢 那个小镇上面的生意就没了 people without cars have limited access to out of town stores and it may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he use of cars 好 现在如果你家里边没有车的 这么一个人的话呢 你为了去买东西的话呢 那你只能上这个大的地方了 因为你小地方这个business 已经不operate了 没有了 你现在就要大城市了 比如说 你现在住的一个小乡村吧 你旁边有一个大城市 你需要开车开三十分钟 但你现在家里边没有车 可是你现在小城市里边 这个地方已经不卖菜了 你只能去买辆车了 他问你这种改变的利大于弊吗 同学这个题不就是考的是 汽车的改变利大于弊吗 他考的就是 我们现在开车越来越多了 都要去外边去到大城市 去买东西这件事情的话 利大于弊的吗 那你可以就会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我自己感觉是弊大于利的 首先我们去写啊 第一个弊端一 然后我们写一个 我写两个弊端 弊端一和弊端二 Body1我写一个弊端一 然后Body2我写一个 弊端二 然后Body3的时候的话 你写一个让步反驳就可以了 然后好处 然后再加一个反驳 然后记得在你去写这个弊端的时候的话呢 并不是你Body1写一个弊端 你要写一个弊端的 你这个一个弊端的话还需要去有一个延伸的 这样让考官会知道你是从两个角度实际上写了好多个弊端在这边 然后同样这个好处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上面每一个弊端延伸了一个 像你Body1写两个弊端 Body2写两个弊端的话 那你的Body3的话写两个好处 然后这样你把这个两个好处的话给他反驳一下 这样实际上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写法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你写两个Body段 Body1写三个弊端 Body2写两个好处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实际上也是官方推荐的比较好写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先写第一个弊端 第一个弊端不就是对于环境的不好吗 这个逻辑链是我们12个逻辑链里面有的 那Body1就是开车 汽车有污染吧 如果开车太多的话 那会就会对于环境会不好了 环境不好之后的话呢 可能人们就会容易得病吧 这个全部都是12个逻辑链里面的内容啊 具体的话就不会给你们写太多了啊 然后第二个呢是Body 我们第一个是从用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吧 那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呢 是说你现在may result in any increase in the use of cars 那你想想还有什么影响 第一个是说从人们的健康的上面影响的 Body2 还有什么弊端呢 我们把那个IDMbip拿出来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环境 说的是这边的吧 还有个人的话对于这个健康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的话呢 还有什么影响 你买车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了 开车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 我们看一下啊 是不是对钱会有影响啊 加油现在邮件越来越贵了啊 好那你就会说的话 我套的逻辑链就是套money stress这一组的逻辑链 那怎么去套到money呢 你会说 这个说的话 你的核心词现象一定要记得 写的更具体一点 你说汽车买车 很贵 很贵 同时的话呢 车子的维护啊 加油啊 都都需要钱啊 那他每个月的支出 也有了额外的支出了 而且他不是说他需要去到隔壁的这个城市去买吗 那肯定的你汽油的价格会很贵了 所以就会导致可能就你支配到其他地方钱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同时的话你可能会变得特别特别stress 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钱花在休闲娱乐上面呢 你可能quality of life会受到影响 没钱花到其他领域了 然后我们再去说一下 但这件事情的话 也有一些好处的 好处就是便利了你的生活吧 可能就是更efficient的一点吧 你生活便利了 至少你有地儿去买东西了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好处的话 但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去给他反驳掉 因为你认为是弊端多于好处的 那你就会说 这个efficient的话其实并不是 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为什么 因为你还以开车啊 开车去大的out of town places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 实际上最好就是政府可以去修建一些公共交通车市 所以最终你还是 waste of time 这就是怎么去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好处给他反驳掉 你就说他这个好处并不是很明显就会了 我们看下面一组啊 下面一组是呢 有的人认为这个 这个是一个机器人这个题啊 现在考高科技的题越来越多了 机器人呢是人们未来生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确实这样 因为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了 他可以照顾老年人 但是有的人认为呢他是一个对于社会来说的话是一个有负面影响的 这是一个bossusity啊 我自己认为的话是一个 important to human's future development 这个题的话我的观点是认为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先说一下body one 为什么对于未来的影响是重要 future development 重要 好这个题啊实际上是一个ac不是利比分析 但是也可以去套用我们那个idea map和逻辑连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题的好处必须要写对于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好处 不能说是对于现在的 那么未来发展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经常说未来发展的问题 我们写c啊 c就是你未来发展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更好解决a就是这个robot的特点 怎么样可以解决未来的问题 那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 我们刚才说的老年人可以有得到更好的照顾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可以说未来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资源短缺吧 要什么 我们写一下资源短缺能源短缺的问题 能源的价格可能会更低 有可能会这样 就是未来可能会出现问题 要么就是能源价格越来越高啊 要么就是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啊 要么就是老年人需要越来越多的照顾 就未来发展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些了 经常会出现的 那还有一些可以出现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人力成本的越来越多 导致了某些东西变得越来越贵了 那你还可以说什么物价越来越可以变得越来越低啊 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说 第一个是老年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吧 那你就会这个可以去 可以代替 可以用来照顾 老年人举一些例子之类的 然后你说 未来的社会 你的币啊 可以说 未来的社会 人口 老年人的比例 肯定会 越来越多 那如果这个 robot 你说 可以使用的话 可以被推广 老年人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未来社会老年的比例越来越多 你可以把它变成是A啊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然后呢 如果推广的话呢 老年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同时 还有什么好处啊 同时减少年轻人吧 减少年轻人 付出的时间成本 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C稍微改一下 改成 可以减少 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弊端 这样是不是就会更好了 那我们下面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还是不用robot store核心词 我们可以用未来 发展的一些问题吧 未来的社会呢 人口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可能导致 因为能源是有限的 有限的 可能导致呢 能源的价格 呃 呃 变高 那我们就会说 这题是不是写不下去了 如果这个robot 我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了这个机器人的话 可以去代替我们人类 那你只能说它开采的过程之中的话 可以减少一些危险吧 这不行 我们用那个物件吧 我们用未来社会吧 未来的社会中呢 物品和服务的价格 因为这是一个trend嘛 肯定会 越来越高 那我们如果 可以用 robot代替 人的服务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人类的成本 人力成本 那我们购买的产品 那么的产品就会变得更便宜 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就是用这个money的这一组吧 我们是不是就是有钱啊 然后我们看 这个里面的话 实际上有一点点套的是 efficient的这一组的逻辑 然后我们看body 2 body 2的时候 你说的是 对于robot 对于未来社会的一个威胁是什么 对于我们人类的 威胁 是不是说是 对于社会 可能对于社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于社会负面的影响 是不是 看 invention that will impact society negatively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那个idea map拿出 好 我们看会对于社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影响 第一个是环境有影响 它会不会产生污染啊 这个 机器人 没有听说机器人会有什么污染 它就是可以帮助你去干 但有可能在机器人制造的过程之中的话 会有一些 比如说 它需要用一些原材料啊 之类的 有可能会出现污染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 安全 这个应该是会对于我们的安全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的 因为你经常看那些sci-fi 有的机器人 他就会自己可以动 然后他可能如果AI用的太多的话 机器人可能就会控制人类什么的 然后就会去 可能去做一些比较crazy的事情 所以这个safety的话 我们可以去用的 cultural identity 没有太大影响 social cohesion也没有啥影响 对于经济的影响的话 可能会有 你想一想 如果机器人都替代人类的话 那可能很多人的话就会 没有工作吧 他没有工作之后的话呢 可能就会 其实对于经济并不是 最终你还是对于 安全的影响 因为如果失业的人变多的话 他的犯罪就会变多 犯罪变多之后的话 可能就会不安全 所以是两个角度 那你就会说 可能对于社会最多的影响 就是safety的这个角度的话 然后你从两个角度去说一下 好那我们就会说 可能就是第一个呢 是机器人的话 替代人类吧 他一个特点可以替代人类的 工作 那必导致的就是呢 很多人失业了 失业 我们套的是这个safety的逻辑联 那很多人失业之后的话 可能就会crime rate就会增加了 这个社会就会很乱了 另外一个就是呢 有了这个robot的话 使用了很多AI的技术 可能会对于 这个AI呢 他可能会自己思考 自己行动 有可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对于人们的 安全产生威胁 然后我们再去看下面一组啊 这你还可以去说 可能对他information的安全 产生威胁 security嘛 可能会比如说偷的一些东西啊 之类的或者说其他人 可以去操控你的机器人 这还是挺恐怖的 你想想未来社会的话 每个人都有一个机器人 你的机器人 别人的机器人 被别人给hack了 然后他就会去 偷你的数据啊 之类的 好 下面最后一组的 这个就是原题 这个题很简单 这个是说啊 现在这个老城的修建 在很多大城市里边 都有一些老城的 这个重新的修复 花了政府的好多钱 比如说葡萄牙那样啊 它就是修复嘛 中国也会有很多这种情况吧 这个钱的话呢 有的人说 这个钱应该会放在 这个新的房子 和road development上面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他说你不应该 实际上这个题 是不是说 你应该放在这 不应该放在其他领域吧 这个是我们测测免费课 讲解那个 A rather than B的类型 than B的类型 然后第一个A就是 应该 Body one就是你需要去写的是 应该 放在 应该投资在 restore old city上面 这个题最好写了 然后下面一个题 你Body two写的话 也应该放在 住房和其他领域吧 和道路交通 New housing 和road development上面 但这个题的话 有一个陷阱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首先第一点就是 为什么restore old city 这是一个A类的题吧 逻辑链用那个 很简单 这是用 我们说idea map里边 有一个是identity的逻辑链吧 可以套用beloigning 如果你们都背过 测测免费课的话 这是用这一组啊 就说如果你这个老成 可以帮我们去 更好的了解 过去人的生活和思想 然后如果 保护的很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relate to the past 这样写的亏了 后面你直接就加 怎么样可以让你beloigning 怎么样加强identity 如果你写完这个beloigning 写完identity之后的话 字数不够 你还可以把这个beloigning 套成这个social cohesion 因为当你觉得你belong 在这个society的时候的话 你可能就会 更容易和这个社会里面 其他的人去相处得很好 然后我们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是呢 new housing和road development 好 我们看 为什么我们 既可以要在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 我们是需要在这个 restore这个old city上面去花钱 你会看 题目里面反对的是 restoreold city 他说的是 我们不应该在这上面花钱 应该是在其他上面花钱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最好需要去加上一个比较 那我说 和 现在的 问题相比 比如说housing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比较 说如果我们 我们在这写 如果我们只投资在housing和road 但是呢 忽略了 可能我们的 culture identity了 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 可能就会出现 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 大家觉得不belang 可能你的社会 这个cohesion 也会有影响 所以你需要去加一个对比 这个段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只在另外一个领域花钱 没有在这个领域花钱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你要说的话 一定要去restore这个old city 然后 下面一个就是说 new housing和road development 这个会比较容易了 为什么要在这两个方面发钱呢 你就说new housing的话 实际上是和那个house有关的 是套入这个house这个逻辑里 因为它不容易有一些 可能 传染病降低啊 因为如果你这个房子很小的话 传染病就会比较多 你还可以说new housing怎么样 房价低吧 房价低 然后你的生活就是 有工作的钱吧 没有那么多stress road development 字体的road development 不就是efficient的吗 没有 没有 traffic efficient 逻辑链接 这些逻辑链的话 实际上全都是你们次天免费课程里面有的 所以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题我们写了是大概六个题目 这个题是套逻辑链的 上面一个题也是套逻辑链的吧 两个题套逻辑链的 再上面一个题也是套逻辑链的 有三个题套逻辑链 shopping这个题确实是有点难 是需要去让你去判断 但里面也有些逻辑链的点啊 所以我们是三个题可以套逻辑链 然后上面原因类的这个题的话比较容易 原因类这个题的话 我们实际上都是有范文去给你们去看的 所以大概就是有四到五个题 都是去套逻辑链的其他题的话 如果是ac的题的话 确实需要你自己去想一下自己的观点 还有核心次现象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说一下 很多学生都在问说不同类型的题目的范文 以及模板句是什么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十四篇范文的话呢 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亚斯林去回复一下资料包 你就可以去下载一下这十四篇的范文了 同时的话呢 我们有一节免费课程 是针对于这个十四篇范文 不同类型题目的结构 以及套路的模板句是怎么写的 然后你每一次 我们去出现一些新的题目的时候的话 每隔两三个月 我都会带你去套一次题 然后在套题之前的话 你一定要保证 你把这个十四篇范文 自己都会理解的很好 因为实际上你会看到 我们刚才套了任何一个题的话 我经常说这个题是什么什么什么类型的 包括有Bossview的题目 具体开头结尾怎么写 还有reason和solution prose and con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立大一臂的题目的话 模板就全部都是在 这个文档里面 掌握这个十四篇范文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于今天这个课程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去留言 还有就是呢 我们现在还是在去做 那个coaching with me的系列 我们下周的时候的话 会挑选一个同学 然后的话呢 我们会帮这个同学的话 让他把这个 可能会去挑出一些 最后两个月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预测的一些题目 然后带着你把这次的题目的话 写一下逻辑 然后如果你想去参与 已经看过七天免费课 想参与的话 在这个视频下面的话 去体验一下你自己的邮件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周的 coaching with me 再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